113年第81屆殡议节庆祝大会及颁奖典礼 日前在国防部博爱楼的中正堂举行 花林施工所再度荣获了GEO表扬单位 这次由承办同仁林玉山特别前往受奖 她也同时是获得内政部颁发GEO人员的奖章 市长为在业很感谢民政客的同仁们尽心为民众服务 这份荣耀她说不只是对施工所的肯定 也是全体同仁的功劳 花林施工所今年度再荣获兵役集邮单位 市长为家宴感谢民政客同仁尽心为民服务 这份荣耀不只是对施工所肯定 也是全体员工的功劳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工所去获奖 那也是我们全县唯一的我们的玉山 那到了我们国防部去受奖 那GEO兵役的一个承办人员 那刚刚她也有分享到 其实承办我们的兵役的部分 其实非常的辛苦 那很多的兵役的问题 要让民众了解以外 可能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那都要一直解释 那甚至于在国外留学的学生 也要特别的打电话来 或是特别拜托人 来这边问详细的一个资讯 那也要透过承承的一个方式 再去打去上面问 看看有没有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县府 跟我们内政部 今天能够获奖 其实真的是我们承办员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单位的一个肯定 这次代表市工所前往受奖 同时也是议政有工人员的林玉山 他表示兵役业务相当繁杂不容易 他往后会在业务上更加的用心 兵役就是四大阶段 可是四大阶段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当兵 然后有一些不是很积极 那变成如果很配合积极的 我们当然就是按照那个顺序慢慢去办理 可是有一些可能不太配合 或者是非常不积极想要当兵的 可能就会移送法办 他就说他是美国公民 所以他不想要回来当兵 然后他已经是自称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就是美国的医生 所以他不想要回来 浪费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还是要追踪去查 对所以我们都要送给地检署 那地检署可能他回国的时候 就会请他到案说明这样子 所以你们都要做好每一个的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是 他等到37岁回来了之后 然后就说为什么他就是被通缉到案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帮他处理 因为他就是可能 因为听说是通缉20年 花联施工所多年来连续获奖 积极配合国家政策 在推动兵役业务上竭尽所能 这一次再度荣获机优表扬单位 同仁们还获得内政部颁发机优人员奖章 充分展现了施工所在业务上的优良执行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